第2个的电影 第2个的电影 我帮你完成练习 你帮我出去报警 到底是谁想要火一条 是那边人贪 不是我们 文艺新火 时代同行 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其实蔡宇这部电影是这样 看了个本子 只有一个想法 这能拍吗 这能播吗 各种打断腿啊 电击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 惨不忍睹的环节 所以我在想这能拍吗 这能播吗 然后就跟导演见了面 做了一些 我对于我这个角色的一些思考 导演觉得说 很有意思 大家一起来创造一下这个角色 因为你觉得这种题材很难得 因为它的整个故事框架 它的故事结构 本子很扎实 它从头到尾 讲述的一个故事非常清楚 包括每一个人物的性格 他是一个向阳而生的 他向往阳光 他向往正义 他有自己棱角的这么一个 高精尖的程序员 电影的一开始的那一幕 我分分钟可以把 你们的网站给你们黑过去 你不是CTO吗 技术总监吗 来 就是那种骄傲 我给我自己定的那个 攀升的那种骄傲 就放在这 此处不留我 自有留我处 有执着执拗扭 固执 缺点吧 叹固执 就比方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向阳而生的人 剧本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 包括他的那么重的棱角 包括他在三个阶段不同的变化 做了一些心理的调试 因为有导演的这个 一个1.15T的这个资料 这个也是给我做很大的 这个人物的支撑 第一个阶段 攀升过去 不服 不服气 到第二个阶段 慢慢的感觉攀升被同化了 跟他们成为一伙 战战打字了 第三个阶段 当大家以为他已经不行了 就是他应该是被他们同化了 一直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一直不断的想再往外跑 想进各种方式 不管是看到笔写钱也好 还是要把这个钱用出去也好 包括热热的求救 哎 对 这是个非常好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戏 而且包括我把所有的狗推全部放走了 我用我的编程的技术 我帮你编一个程 结果 陆经理没有把他们真正的放走 所有都是细节 太多细节了 当然 在跟安娜对的那场戏 他说要不你留下来吧 他挺喜欢你的 其实我说了 就是触达了这个 马斯洛的这个顶层需求 就是自我实现 其实攀升他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攀升 他觉得我其实应该留下来 但是当安娜在被财哥过来 把他叫到陆经理办公室的时候 他就知道 我不能留下来 自古邪不压着 其实会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来源于那个环境 他们美术置井之的太真实了 所以你在那个环境里一进去 就很压抑 然后很压抑的情况下面 可以帮助你去进入到那个角色 但是也需要你有一定的 宣泄压力的这样的途径 拿枪指着我的时候 那一秒钟就真的感受到 如果真的有人拿枪指着你 这一下的时候 我那时真的感受到那种压迫 就是 我在想 这要是把真枪指着我 这辈子完了 有一场 厕所倒是确实是 反正就是那个环境 因为你会就是一开始 会担心这个厕所有没有刷 干不干净之类的 因为那是真马桶 后来你只要一说action 你这些杂念就都没有了 就只是往里面掏东西出来 就要不就塞进去 塞不进去就拿掏出来吃 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 是受到很多很多很好的知识 然后在我的下一面一部作品 在下部作品的时候 我都可以把它用上 对我很开心 应该没有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如果来信息的话 我就删掉 我不见陌生人的来电的 这部电影正面的意义 其实大于很多 我选择它的别的因素 一个是它能够传播这种反大知识 二一个就是 其实大家需要阳光 就好像电影有一幕 当阳光照射进 潘生的眼睛里面 潘生把那个眼睛这么睁开以后 看到阳光的那种欣喜 看到安娜出来的那种欣喜 她知道她做的这所有的一切 是有回报的 其实她不管是在解救马农业 还是说她在那里面帮安娜去做那个业绩 她其实想做的都是把所有的人都能够解救出去 用她的能力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很大的存在的意义 我们看那些资料 还有很多在国外的 我们这样的程序员还没有回来 我希望她们能够尽早回家吧 希望所有的我的贝壳 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 不要上当受骗 不听不看不点击 这个是确实是需要的 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 评价 怎么评价都行 你觉得打得好打得不好 演得好演得不好 那是我这一个阶段的所有努力跟尽力的心意之作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觉得《孤注一致》是一部非常好的反诈科普电影 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一份好奇来到影院 带着一个防护罩 给予所有你们想要帮助以及你们爱的人 贝壳未来每一个作品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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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